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一下这队的基本情况 特别请来 我们两个人选择在一起 也是想着年纪都不小了 凑在一起试试 但她总是跟我交情 吵架 我真不知道该不该走到婚姻 我开始是想和她奔着结婚去的 但现在我觉得她没把我放在心上 我提的要求也几乎得不到回应 还总挑我的刺 我现在很纠结 她的有些脾气让我很反感 而且现在我们好多事情都谈不懂 结婚以后我害怕我更忍受不了 她只做对她自己好的事情 每次争吵也都是要求我让步 爱跟我争个对错 我现在对这段感情也越来越迷茫了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小文35岁 来自天津银行主管 小谷32岁 来自天津银行主管 培训老师 欢迎两位 是惊人介绍认识的 是吧 没错 据说当时两位都是抱着试试看 是的 是吧 当时朋友觉得我们俩年龄都不小了 觉得我们挺合适的 就想把我们撮合在一起 我家也是 谈了多久 一年半了 今天来是要把这事说清楚就继续往前走呢 还是说清楚之后咱就分开呢 这我现在也没想好 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当时是奔着结婚去的 因为老大不小了 我35了 他32了 然后接触了这一年半吧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实在是不合适 在性格方面 但是我母亲那边一直在催我赶紧结婚 她想抱孙子 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我是应该坚持下去 就这么救护着 为了结婚而结婚 还是说咱就别互相耽误了 那当然是别互相耽误了呀 你这话都说了 姑娘还来干啥呀 这不是拽着我来解决问题吗 你想分吗 我也是因为吵架吵多了 然后她提出来了 那我就答应了呗 我觉得是什么的 就是我给您讲一件事情 您说 因为她这个人就是比较的矫情 总是为一些小事情没安没聊的 跟我去掰扯来掰扯去 上次去我家聚会 因为当时我姑姑带了一个小孩过来 然后呢 我那小孩因为看过我前女友 她就小孩童言无忌 就随便说了一句 说了句什么呢 说这次来的姐姐比上次的好看 这多美啊 这高兴死了 对呀 我也觉得这不挺好的吗 对呀 当时她也没说什么 然后晚上我就送她回家嘛 然后就在车上 那脸伞儿就不对劲了 为啥 然后她就跟我说 那肯定有事啊 她跟我说 那女人是谁呀 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过 你有前女友的事情 你为什么 这事能赖我吗 我之前是问过她前女友的事的 我问过好几次 她不跟我说实话 她都喊喊呼呼过去了 然后我从别人嘴里听见的 对对对 她 她去找我姐问 人家都参加家庭聚会了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我能不好奇吗 这么深入的关系 那人家怎么分的呀 那我可不得找姐姐问问呀 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 是不是对啊 我是觉得 有这种思维模式的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是不是都是逻辑有问题啊 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如果他从未谈过恋爱 这种人你敢跟他谈恋爱吗 肯定不敢 如果他谈过恋爱的话 他有个前任 不是很正常吗 还有别的事呢 你这吃啥醋啊 我要是他 我心里就特美 这次来的这叔叔 比上次来的帅很多 你看你这心里多高兴啊 这不是正常逻辑吗 但是因为他俩 还有一个婚房呢 而且那婚房都装修好了 那那又如何呢 那是按前女友的意思装修的 那可不是按前女友的意思装修吗 还能按你的意思 当时不是还不认识你的吗 是的呀 所以我就是好奇 这到底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我就去问姐姐了 你猜姐姐当时怎么说的 那姐姐跟我说 我们家小文人是真挺不错的 然后是有一个前女友 然后那女的脾气不好 但是小文都顺着她 让着她 但是那女的她没有什么分寸 准备结婚嘛 她跟男同事还出去旅游去 然后这事就慌了嘛 然后我一听 我还有这么段子事呢 我在那儿想 人俩都快结婚了 那我就问了 我说这个 我姐那样说那是夸张了 她是为了夸我 对人家女孩好 这事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说的了 即使她就准备跟这个女生结婚了 最后没结成 她不也是一个未婚男青年吗 她现在跟您谈恋爱有什么问题吗 那她现在要拿这个装修好的婚房 跟我结婚 她也不重装了 那你直接说嘛 这个东西 我当时花这个装修花钱花了十多万 你要是说小数目几千块钱 甚至一两万 我凭你意思 咱说换就换了 无所谓 只要你高兴就行 你说那么多钱 咱以后是为了过日子 对不对 你说这个钱留下来以后 结婚了 干点正事不好吗 为什么要花在这种 不合理的地方呢 那你前女友 那你装修 提各种要求 你怎么都满足她 到我这就不行了 你是爱她胜过爱我是吗 不是 我不是不满足你 平时生活上 你别管 你说你想吃什么 想穿什么 想去哪里玩 我是不是都满足你 但是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事情 它不合理 不不不 我换一个问法 我结婚 我希望我的房子 是一个新装修的 有错吗 没有错 没错 合情倒不合理 我觉得她这个要求 只是合情不合理 合情就行 我觉得合理比合情重要 你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的 你是定标准的 但是我这个事情 是一直在跟她商量着来的 对吧 我在跟她讲这个道理 商量是说 大家商量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而不是商量的时候说 你是对的 我是错的 我现在这么说 合不合理 你跟她结婚 你们要住的房子 是她跟她前男友的婚房 虽然他们不是夫妻 是她跟她前男友的婚房 按照她前男友的喜好 装的房子 您住在里头 个影不个影 实话说 我觉得多少 可能有一点难受 对啊 但是如果她好好跟我去 讲道理 我觉得毕竟 还是我们俩以后要生活 我是能够接受的 那我现在看见 你前女友装的房子 我心里也过瘾啊 我天天都能看见 还有一件事情 这不马上就要订婚了吗 她突然跟我提出来 说咱要做婚检去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的朋友圈子里边 我都没听过有人做婚检 你是怀疑我有病了 还是说怀疑我身体不好啊 婚检这件事 跟是不是有病啊 是不是那个身体不好 没关系啊 咱别拿无知当个性行吗 兄弟 虽然是这样 虽然道理是这样 但是呢 朋友怎么看我 人家都没有做婚检 我做婚检 就好像我有点 你做婚检 你还拿个喇叭喊啊 哥们 我要去做婚检了 大家来参观一下吧 婚检完了 我把婚检报告 给大家推到朋友圈里来呀 至于吗 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婚检不就自己的事吗 剪了就剪了吗 这跟哥们有什么关系 对吧 我就反正心里接受不了 因为我朋友圈里 都没有做过婚检 我觉得这样 挺别扭的 就好像我有身体 有问题一样 不是 你这偏下 偏下 我觉得这就没有必要 我觉得身体要有问题 早就有问题 我都活那么大了 不也没事吗 咱们这都什么年代了 他讲点科学吧 他说他朋友圈里 没有剪的 人家剪了告诉他嘛 你也说了 咱俩岁数不小了 家里催婚 咱俩以后要生孩子 对吧 那生孩子 咱俩提前检测一下 有什么的 咱俩心里都踏实 我是为咱俩好吧 我也是站在 里的角度来说吧 而且啊 他一直刚才说 我事多对吧 那他事也不少啊 他也给我 让我去跟他做那个婚前财产公证呢 我就纳闷了 他什么意思呀 是觉得我涂他钱了 他这怎么不说呢 你朋友都做婚前财产公证 没有 真奇怪了 我说心里话 我跟他说这个做财产公证啊 不是真的想拉他去公证 就是因为他总是为小事矫情 包括什么婚前啊 什么那个房子装修 我就想也恶心他一次 我想看看他什么反应 然后他的反应跟我想的一样 你看他受不了了嘛 我就让他感受一下我的感受 我是被你恶心到了 但是我提的要求 我觉得都合理 都在理 我反正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跟他没有办法沟通 你看他对我那么多要求 我只有满足 这一条路可以走 我都没有第二个选项 但是我提的要求 他就这种反应 现在我知道了 为什么婚房也装修好了 女朋友也跑了 我就现在了解了 哎呀分了吧 分手大概是唯一的 这个出路和选择了 但是家里催的 就希望我们结婚 包括他父母 也是那么个想法 希望我们俩结婚 行 但是我们俩现在就不知道 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就那么将就过着 不是 你们说父母都见过吗 关系怎么样 那挺好的 还行吧 我跟他妈关系还可以 对 但他 你看这还没结婚老 他对我爸意见特别大 为啥 他觉得我爸大男子主义 那你爸本来就是大男子主义 不是 人家大男子主义 我妈都没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呢 那我看不惯不行吗 不是 你为什么看不惯 人家老两口过了一辈子 过了天啊 我爸就是有一个习惯 不爱做家务 也没有别的 不爱做家务 我就不能劝劝他吗 我不满意 我少见他还不行吗 我妈那次过生日 我妈跟他关系比较好 然后他就去看我妈了 大包小包 蛋糕 礼物 补品 买了一大堆 挺好吗 挺好啊 非常好 那次非常的愉快 晚上还带着我妈 我爸去唱歌去了 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上个月 我爸过生日 我还提前一周告诉了他 我说我爸过生日 老人叫你过来 来家里吃饭 他也没回答我 我以为不就告诉他 就可以了吗 结果到那天 他跟我说去不了 告诉我有事 我那天就是有事啊 有事跟闺蜜逛街是吧 你朋友圈发自拍了 知道吗 你在外面逛街 你那叫有事吗 那也是事啊 哦 那个叫事 来我们家给我爸过生日 就不叫事 我不想正面拒绝 给你爸留面子 你不明白吗 你现在这样 我爸就更有面子了吗 我问一件事 你在家做家务吗 嗯 小太做 所以女生表态 并不是要跟你爹对抗 女生是现在就收拾你呢 她的要求就是 你要不做家务 我肯定不会嫁嘛 这态度不都摆在这儿了吗 你看高手过招都是这样的 隔山打牛 这姑娘还挺厉害 是吧 她结婚了 不能不做家务 对不对 从她爸 我不也就能看出她来了 你看看 哈哈哈哈 我觉得是什么呢 我并不是说要求女孩 都要把所有的家务都干了 我是觉得就是 女的承担大部分 男的承担一小部分就可以了 毕竟男人 她主要的目标不还是赚钱吗 你那态度可不是这样吧 上回你说你妈病了那事 可不是这意思吧 哪了 上次我妈早晨起来 她就不太舒服 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她是有点发烧 还有点咳嗽 我说你这样吧 我说我下班之后再去看您吧 我那天还正好有会 下得比较晚 她离我妈那儿挺近的 她下班也早 然后我就跟她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稍累过去看看我妈 她就去了 到我下班的时候 我回到家 我看到一幕差点没把我气死 我妈那边咳嗽 边在那儿做饭 她坐那儿看电视 这你说的好像我多大错似的 是吧 就那天我下班早嘛 她给我打电话 说她妈病了 我跟她妈关系好 我就马上拎着果栏 我就去看去了 我一到那儿 看她妈一边咳嗽 还在那儿做饭呢 我就说阿姨 您都病了 那咱就别做了 我说让叔叔做呗 她妈说我不用了 她爸一辈子没过多饭 也不会做 我就说 那咱就点外卖 阿姨说不行 那个小娃上班加班累 我得让她吃点好的 让我当时 那算我不说了 然后我就坐那儿了 好 迷下班 一进来看我坐那儿了 哥 我逼得不是逼得 眼不是眼了 冲我攘了 说你坐那儿干嘛 你就不能帮我妈 做了点饭是吗 那我当时就愣住了 我在那儿想 别在人家吵吧 我走吧 我找个借口我就走了 走睡没一会儿 电话来了 我一看她打了呀 这是要跟我吵架 我立马就把电话录下来了 我就想让大家听听 谁对谁错 这姑娘嗨哎 来 我们听听听听听听 我妈都生病了 你没看见是吗 你还坐上看见事 你不知道帮她做顿饭 我看见了 我还看见你爸在那儿 躺着看见事呢 我刚还跟你妈说了 您都生病了 我说就让你爸做吧 你妈说不用 你妈说了 你爸不会做饭 一辈子都是她做的 然后我还说了 那点外卖也行啊 但你妈心疼你啊 说你上一天班了 不忍心让你吃外卖呀 不是我爸一个大老爷们儿做什么饭呢 你把我妈做一下不就完了吗 那你现在是因为我没帮你妈做饭 你现在生气过来找我是吗 不是你怎么不懂孝顺呢 我不懂孝顺 这饭是做给我吃的 是我让你妈生病做饭 行那你快别跟我交情了啊 你爸你俩当祖宗一样供着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妈现在生病了 但你爸没病啊 这应该是你爸照顾她吗 这还能增进他俩感情了 你妈现在不公意反败到我头上来了 那你说你妈现在这样 那你爸心疼她吗 他有心疼她一点吗 他能有俩跟我交情呢 对对 你现在是想让我像你妈那样对吗 想标榜我成为一个好人媳妇 那不可能 你妈这个饭是要是做给我吃的 我可没脸吃 我告诉你 那你做饭你不吃的吗 你妈怎么帮你妈怎么调调你爸 而不过来调调我 天 厉害 厉害 这不就是话里话外 想让我像他妈一样 给他家做二代保姆 提前培养我吗 这事我最后我给他道歉了 因为当时我在家里打电话 我也在气槽上 我妈就说 我就说人家小姑娘也是 家里就一个 从小都不干活 你说你来咱家干什么活 我也想也是 咱也不能为这点事对吧 我给他道歉了 但是他这个事他揪着我不放 分寸感多重要啊 融到一个新家庭里面 怎么去处理 怎么面对一些旧秩序 这是需要智慧 算 我就没法说 听到这儿 我突然有一个奇妙的想法 我倒觉得他们俩还挺绝配的 你知道吧 这个杠啊 这个宁啊 找其他人还真是配不上 还有其他的问题 就达不成共识吗 有吗 我跟您说吧 还有一个闺蜜 闺蜜 这已经不是广设计我家庭了 还有涉及到他的朋友圈 他有个闺蜜挺好的 我见过一遍 在一块吃过一顿饭 她跟我说 哎呀 这个闺蜜啊 跟我关系好 你以后要对她好 我说这没问题啊 你的朋友以后不也是我的朋友吗 对不对 咱们一块出来吃饭 一块出来玩都没有问题 我请客 有一次是她过生日 然后我带着蛋糕 去礼物订好的饭店 去给她过生日 她把她闺蜜带过来了 这也无所谓 给她一块庆祝生日嘛 结果她不高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妹给她的闺蜜 准备同样的礼物 你跟你闺蜜同一天生 不是 但是我早就跟她提前说了 我说闺蜜要过来 给我庆祝生日嘛 我说让她备双份的礼物 我俩一样的 为啥 因为我跟她说了 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 感情特别深 就跟家人一样的 现在我有对象了 她没有对象 人家给我庆祝生日来了 那我都提前跟她说了 要把我的 那你把你对象 让给她不就得了吗 对啊 你这玩意儿 我都拿我闺蜜当家人了 那不也是她的家人吗 她怎么不相 她跟我说 要拿她的闺蜜 当做小丈母娘 对啊 我都说过 我一个老丈母娘 我还伺候不过来 我还伺候个小的呀 你就缺那一份礼物吗 我都提前说了 我闺蜜现在庆祝生日来了 坐那会儿 跟个爹能泡沙的 你照顾她一下怎么了 我觉得呀 你对你闺蜜还是不够好 应该把她请咱家里 吃住都在咱家就好了 那就你有理呗 她就是那么佼佼 行 你们俩越了解越觉得 你们俩应该是走在一起 真的 你看啊 对待朋友的态度是一致的 朋友不干的事 我不能干 对我怎么样 就得对闺蜜怎么样 一致吧 你说她矫情 我看你也不差 我觉得还好 而且你们俩最核心的 不在于这些表象的东西 你们俩最核心的在于是 我以为我是对的 我就是对的 你以为我是错的 我还是对的 因为我以为我自己是对的 这就是你们俩最核心的问题 心里还有对方吗 那我不是看她 还是挺适合结婚的吗 你呢 我也是 她要不折力的时候 还是挺好的 行 各位老师 你们看怎么办吧 就这么一情况 我们就愿意抬杠 其实你发现在谈恋爱的时候 把这些 内心 比较内核的价值观爆出来 如果磨合好了 结了婚说不定还能幸福呢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走进 秋比特问卷 抽合着过一生 那是肯定过不了一生的 婚姻是一定需要有爱情的 还要有三观的相合 生活的同频 很遗憾 你们似乎都达不到 这样的一个标准和要求 就是说婚房的那件事情 如果说两个人真心相爱 都会为对方考虑 因为很显然 作为你未来的妻子 她已经知道那套婚房 是您和前女友 共同设计装修的 那么即便结了婚 她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一定会有阴影 如果真有爱 可以非常诚恳的 和自己的女友去商量 我想她也不会瞒不讲理 全部推倒砸掉重来 小改小动就解决问题 换换颜色是个办法 换换风格也是一个办法 但是你们就在这样的问题 根本就是针尖对脉盲 一个认为 我就是让你全部改 一个认为我就舍不得以前的装修费 你说有爱吗 还有说到这个婚检 提出这样的要求 完全可以去满足对方 而且去这是非常私密的事情 你的说法是 好像谁做了婚检 都在摔朋友圈 至少我到现在 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 说我们去婚检咯 我们两个人合格咯 我们两个人有问题咯 谁会去晒朋友圈呢 婚检以后即便查出问题 那也可以去治疗 也可以去改变呀 这个是对的呀 但是您也是同样 您刚才说了 对他的父亲非常反感 但有一句话 你很伤他的心 从父亲身上就看到他孩子的面目 那也就是说 这个男人你是讨厌的呀 你们两个人今天的话 让我们真的感受不到 有恋人之间的情感在里面 恕我之言 为了结婚而结婚 你们的日子过不好 鸡飞狗跳 最后还是鸡飞蛋打 谢谢 我的感觉和于老师不太一样呢 我还觉得这俩 这还是叫什么 欢喜冤家 感情基础是有的 但是呢 相对是比较成熟理性的思考 既彼此看着有欣赏那一面 又在接地气过日子方面 我去磨合 你看女方其实很融入男方的家庭 妈妈很喜欢 父亲有点讨厌 她是有情感 才会有喜怒哀乐 有情绪的 连你姐姐她都不放过 都要去套近 我觉得这个女生是喜欢你的 只是说她因为到三十多岁 有自己对生活 对婚姻的判断 她有自己的要求 我相信所有的女生 在和一个男生结婚的时候 都看不得这个婚房 是她为她前女友设计的 所以你说 我们现在挣钱十几万也不容易 对吧 我现在也拿出来十几万 那还不如留着我们将来 生孩子或者来用 我理解 但是 结婚如果对你们来说 就这一次 那我们值不值得拿出来 更多的钱和所谓的代价 去为这个终身都会怀念的 回忆的 甜蜜的 隆重的这个仪式 去多做一些 我觉得男方可以考虑 就像于老师说的 不用全换 我们把些主流风格换了 床品换了 窗帘换了 我们墙壁贴心的壁纸 地板换自己喜欢的材质 马上就不一样 婚前把这些种种 我们都磨合好了 商量明白了 那婚后会减少很多的麻烦 我其实对你俩 还是充满了期待的 也许现在吵吵闹闹 不适合立刻结婚 但我特别希望 你们在吵吵闹闹当中 磨合到一个 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 最终走向婚姻的殿堂 好吗 谢谢 你们爱对方吗 你们是真的爱上了对方 而在一起 然后决定结婚 还是说 我们为了结婚 不得不爱对方 这个爱就感觉 是在自我催眠 哎呀 我要爱他 我要爱他 我得爱上他 要不然就没法结婚呢 这是完全两件事啊 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为了证明自己的一些什么 然后处处在为难和刁难对方 在做对抗 就可能这事 如果要不是这个人的话 我换一个人 我这样那样都行 但是当我面对这个 我要嫁的人 或者我要娶的人的时候 不行 我必须要把他掰扯过来 因为这决定了未来 在婚姻生活当中 谁说了算 是一个权力的争夺 如果要真的很爱 很爱对方的话 你想 这东西是我前女友的 我前女友喜欢 我现在很爱 我现在女朋友 我能让她伤心吗 我舍得看她难过吗 就算她不别扭 我住在这房子里面 我还别扭呢 对不对 对于女生也是一样的 哪有你过生日 给你闺蜜买礼物的道理呢 你如果真的很爱 你的男朋友的话 你难道不希望 跟她二人世界 腻在一起吗 这个时候你闺蜜 她明明就是个电灯泡啊 所以在你的心里 你男朋友 没有你闺蜜重要 甚至你为了你闺蜜 可以让你男朋友为难 那你干嘛要嫁给她呢 所以你也是在拿这件事 在跟她做对抗嘛 如果你们要真的觉得说 我们没有爱情 但是到了这个年龄阶段 我们俩都是那种 不追求爱情 我们就需要一段婚姻 给家长一个交代的话 那你们就真的去了解一下 婚姻的本质是什么 婚姻的本质就是 不是要争夺权利 而是出让权利 包括自由权 我们为了这个家庭 为了对方 我们不能再为所欲为了 那第二个还有什么 时间支配权 我该回家的时候 我就必须得回家 我要把我以前所有的时间 分一半给这个家庭和这个人 那还有什么隐私权 我要知道的事情 你必须得让我知道 你该让我知道的事情 我必须要知道 如果你们有这个觉悟的话 那你们就走进婚姻 如果没有这个觉悟的话 你们就继续等待爱情 谢谢 挺有意思的啊 人在森林里面走 遇到了狼 这个时候人应该怎么办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套逃跑 或者战斗系统 如果遇到了危险 两种选择 要么跑 要么打 你们很奇怪 你们明明是遇上了危险 但你们不想跑 只想打 你很清楚啊 你和你爸性格一模一样 你知道你要过得好 你就得找一个像你妈这样的 你遇到了他 是不是算你遇到人生里面 最大的危险 你没跑 你就想跟他战斗 你也一样啊 你明明知道你要找一个 过得日子过得好的 要找一个软弱一点的人 你偏偏找到了他 危险吧 你没想跑 就想跟他打 我用一个比喻啊 来说你们现在这个状态 叫油锅炸石头 谁也不服事 你是一口油锅啊 你永远在骄作 你这个状态叫恃宠而骄 问题是没有人宠你啊 你这个焦纵哪来的呢 在你的意识形态里面 有一个想法 焦纵是一种地位 我就得是这个样子 我才能够保持住 我在养不人之中的那个地位 所以没有人宠你 但你依然是宠而骄 所以你是一口油锅 始终在吠腾 你呢 你是块石头 你在狭隘里面顽固 你的认知是狭隘的 但你的性格又是顽固的 所以你就变成了一个 固足自封的石头 结果好了 油锅炸石头 谁也不服谁 你们现在没分手 是因为老友人劝架 你知道吗 没人劝架 你们早分了 我还是坚定我那观点 我觉得这俩人真的像 人家说情侣之间是照镜子 他们俩这个镜子照得 完全是一致的 理性地说 分开当然是最合适的 但是感性我就觉得 试一下是最好的 就这种人 你在生活里太难找到 有的时候我倒觉得这种打 一旦打顺了 反而还成了呢 以你们的性格 干脆一点 如果不行就算了 如果还想努力 就再试一试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觉得吧 咱们之间 可能就像老师们说的一样 咱们的性格太相似了 我觉得咱们应该多一些包容 但是以目前的状态 我感觉咱俩水火不中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 各自冷静一段时间 好好想象自己 也好好想象对方 看看还能不能把这段感情 继续下去 我觉得现在像这种活药桶一样 每天打来打去的 确实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说 咱们回去都各自想象自己的缺点吧 看看能不能为对方去改变 我听老师说的 说咱俩之间是有喜欢的 这一点我是认的 我相信你也有吧 要不然也不会跟我这么一直吵 但是咱俩实在是太像了 我觉得吵得已经有点太累了 所以我想我同意你的想法 两个人达成共识的第一个共识 居然就是冷静 其实你们有这么多具体的事 为什么不是说 我同意婚解 我同意什么 落在实处多好啊 三十多岁居然生活里面 这些事还不会处理 这都是爸妈惯的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组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预测一下 有很多的问题 并不是通过结婚 它就能够化解的 我并不看好他们 双不出 我就特看好 我也挺希望看到他们在一起的 就欢喜原家也是一种过法啊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双不出 吵得受不了 我觉得他俩会双出 我在琢磨 要么是双出 要么是女出男不出 那我就说女出男不出吧 来 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吧 请开门 我还是希望他们在一起 多有意思的两个人呢 不是我轴啊 就是我真觉得在他们的身上 你看这种打 挺有意思的 行了 人家选择了分开 咱也不叫那个劲 最后就是祝他们早日找到 能爱上他们 他们也爱上的那一半吧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根本不在乎我 即使我受伤也不会关心我 我对他付出 也总是被当作理所应当 我感觉我就是他的仆人 我觉得他就是在感动自己 他从来没问过我想要什么 也没有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 实际 他从心里是瞧不起我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 却一直被嫌弃 我觉得他现在要把我 从他的生活中剥离出去 他做什么事都非常冒失 他口口声声说爱我 可我就是觉得 他打着爱的幌子来控制我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刘22岁来自山西学生 小宋23岁来自天津学生 欢迎老妹 这么酷呢 还行 还行 很帅 你追的他对吧 对 我追的他 我看了 说在篮球场这打篮球打得好是吧 对 我当时觉得他那个球太帅了 然后就追了他 咋追的呀 就是先用了微信 然后就跟他聊嘛 每天给他篮球场上送水 然后就一来二去就到手了 一来二去大概多久啊 两个星期左右 还挺快啊 到手之后觉得怎么样 真的特别关心我 特别细心 就特好是吧 特别好 今天谁要来我们这儿的呀 今天是我想来的 委屈的 为啥 因为我自个儿是个恋爱脑 我俩在一块两年多了 就我特别宠爱他 什么事我都为他着想 但是他呢就冷冰冰的 就不搭理我 然后也不关心我 跟之前追我之后 根本就不一样 过去我们听女生说这个话 现在从男生的嘴里出来 多少有些觉得 不是主持人 我这是有例子的 说例子 就前段时间吧 我这打篮球打比赛 受伤了 脚崴得还挺严重 但是呢 因为我之前答应他 我说明天得送他去车站 我说想着是 不能放着鸽子对吧 但是呢 我摆得确实挺严重 我又跟他解释 我说你看我上得这么重 我能不能不去呀 但是呢你说换个正常人说 你肯定是先关心我对吧 他可倒好 他上来就先说 你是不是故意不送我呀 不是有这样的吗 不是特别生气 当时咱俩 头天晚上已经说好了 第二天来送我 那你第二天早上 人跟我说什么 啊脚崴了 能不能不送他 那我心思有这么巧的事 不是我去了呀 我这会去送你了呀 那我一拳一拐的 我又过去了呀 那我让你来了吗 我过去了之后 你什么都没说过 你直接把包给我啊 我还特别生气 我不被送你了 不是有这样的吗 你换个任何一个人来讲 你有所有受伤的人去送你 你直接去把包给人家吗 我本要你来吗 你不是 不是这你都不关心我一下吗 那你自己想来的呀 那是你男朋友吗 你是一个男朋友吗 ила 我第一次听男人嘴这么快的啊 我先帮他问个问题 她是你男朋友吗 她是我男朋友 当你看到她 一拳一拐地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怎么忍心 把包递在她手上的呢 因为我当时 我跟她说 你不用你来 她就非得来 她非得来呢 我就看她也没事 我就把包给她了 那那时候 她确实我感觉 也没啥事嘛 我就特别地委屈 委屈委屈 我替你委屈 我都委屈 我就感觉 我跟她的仆人一样 她说什么我都OK 平时在学校 对于她的要求 我有求必应 说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外卖想点什么点 奶奶想喝什么 咱就喝什么 这个底气啊 就有一次吧 就白天她说 她想吃包子 我想着白天 我们不都得上课嘛 我晚上下课以后 我就赶快 我打车去 给她买包子去了 那包子吧 她是现做的 然后呢 因为不然遥远 我还打车去的 然后我还装备买个保顿盒 那我当时就随口一说 谁才知道你真去了呀 不是因为你想吃啊 因为我爱你啊 那时候都这么晚了 这么晚了 你非得去 不是你就下个楼不就行了吗 我都给你喂到嘴边了 你张嘴就能吃还不好吗 那太晚了 我都打算睡了 然后人家一句电话 给我叫下去 说什么 啊喂 那个下来拿包子吧 我说太晚了 我减肥呢 你就给你室友一起分着吃了吧 不是 我怎么能给我室友吃呢 那包子是你的 是你的专属包子 你是去狗不理买的包子吗 不是 我觉得这包子像狗不理 你知道吗 姑娘你这就不对了啊 他就总在做一些 他自认为感动的事 但是我不喜欢呀 不是 我大老远都给你买回来 你下楼哪怕 你把它拿上去 你分给你室友吃了 你说句谢谢也行啊 后来这包子呢 这包子他吃了呀 他吃了倍儿香啊 还吃了 对 还下来了 对 那人他老是数了我 他根本就不在了 就一边吃一边数了你是吧 对 这个包子我吃了是挺香 没抵得住诱惑 但是事后吧 他就总拿这个事说事 就好比说我想吃苹果 他却送给了我一箱梨 然后还到处跟朋友说 不是 那梨不是你想吃的吗 我送给他一箱梨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当时只是随口一说 不是你随口一说 但是我记下来的呀 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个惊喜 那我老是对你一成五倍 他做成哪种惊喜 那你也会腻啊 你太晚了吧 这个男生的逻辑是对的 是说因为我在乎你 最关键的是 我包子他说不吃不吃就算了吧 不关心我也就罢了 不在乎也就罢了 他平时对我特别冷冰冰的 我给他发别信都不回 就像我今天带着聊天截图来的 我看我看我看 您能看吗 那绿字明显比那白字多吧 我给他发别信 绿的是你是吗 对 您看最后那条 我给他说那么多 他就回一个字回个早 这笑话嘛 就跟陌生人打招呼 您不都得说 您吃了吗 怎么说怎么样的 这一瓶要特别读一下 早啊宝宝 早 虽然宝宝只回一个早字 但我从中读到了宝宝的高冷优雅 这爱搭不理的态度令我无法自拔 分寸感你拿捏得死死的 不错不错 要不还得说你能入我心呢 你不是很欢喜吗 你不是特别享受受虐的感觉吗 这是你说的吧 对 但是可是您想呀 如果说您天天热脸贴个搂屁股 这长时间下去 谁是热脸 我是热脸呀 谁是冷屁股 他是冷屁股 你才是冷屁股呢 你说早啊宝宝 那我说什么呀 那我只能也会说早啊宝宝 那你能让我说什么呀 不是你起码可以关心一下我呀 说今天怎么醒那么早呀 对吧 那正常人什么事干六点起来呀 那我要起时了 你作为问一句 说为什么今天起时了吧 不是你问都不问就早就完事了 那不早还干嘛呀 但是你不是说他气质拿捏得特好吗 高冷优雅的气质不就凸现了吗 对那不能天天高冷呀 天天高冷 那你得说呀宝宝 你不能天天高冷啊 你得说呀 你没说呀 太可爱了这小伙子 行 还有啥 还有就是我感觉吧 有时候给他发消息 他不理我 这也就算了 更过分的是 他晚上有一次九点钟睡觉了 我想的是九点钟睡觉 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是不是心情不好呀 然后我就想着 我去其他的社交软件上看一看吧 结果好吗 果不其然 我一句都果然在线呢 他就是不想理我 就是不想答应我 他在监视我 他在欺骗我 那我都跟你说睡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别的社交软件上看 不是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呢 你没睡就没睡啊 那我就是睡了呀 我睡不着刷了短视频 那有错吗 不是你有什么事呀 你有事你可以跟我说呀 没什么事我就单纯睡不着 我就想刷刷视频 我感觉他现在就没有把我当他的男朋友 你的心里没有我 对我的生活中他也不让我参与 就是他有一次跟他的异性发小一块去吃饭 我是想着对吧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更何况我俩都是同性 我俩有的说对吧 咱一块去见一见 我陪陪人家 他就不带我去 他就想一出是一出 那我异性发小你又不认识 你跟着瞎操干嘛 你回手还回手嘛 吃顿饭不就认识了吗 谁跟谁第一次认识的呀 那像你这种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人 不是 我怎么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了 你一开始不就喜欢我打球这一点吗 现在头脑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了 你吓到人家我发小了怎么办呀 不是 我怎么能吓到他呢 我俩有共同话题呀 你昨天太冲动了呀 所以我就不想带你 有错吗 你跟发小吃饭 男的 对呀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 从小就认识 家里关系都特别好 两家也特别认识 就是两小无猜呗 对对对 所以人家想去有啥错吗 有错呀 因为他真的特别莽撞 他啥莽撞 听到现在也没听出莽撞来呀 就比如说送包的事 我不想吃了 他就非得逼着我吃 他总是在做一些我不情愿做的事情 我是带不出手是吗 我是拿不出去是吗 你不就是嫌弃我吗 你不就觉得我配不上你是吗 你就不想带我见他 我要给你丢人了是吧 你怎么会有这想法 你怎么会有这想法 就是因为有一次吧 我俩在一块正散着步呢 然后呢 我突然就看那朋友圈 我俩那会儿刚在一块没多久 我看我说哎呀我这怎么我照片呀 这我怎么变成狗了呀 主持人这我截图了 您能看到他就把我变成狗了 你说有说这个男朋友是狗的吗 我一下变成狗了就多来气呀 这多可爱呀 你不觉得可爱吗 不是你有说的是狗的吗 我们俩之前都是单身 现在变成都有对象了 然后两只羞狗多可爱呀 你不应该感到幸福吗 好 你说幸福我可以忍 因为我爱你 你把我变成狗我可以忍 但是你瞧不起我也就算了 你的家里边为什么也瞧不起我呢 就有一次他父母 我正好说过来看他 然后说着一块吃个饭 跟他父母亲吃饭的时候吧 他父母话里话里的意思 老实说 哎呀我们是本地的 你以后能来天津买房吗 不是我当时特别尴尬 这让我生气的一点是 他在旁边就把手机也不说话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不是你可以帮我解释两句 我爸妈人家来看我的 他说他也去 我爸妈只知道是有他这么一个人 不知道我们俩接着什么事 在一会儿那么久了 我不应该见见叔叔阿姨吗 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了 所以我想给你父母展示一下 你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有什么问题吗 那人家不是你来到你了 其实对你这么好 你说出来呀 太可爱了啊 我也第一次听到一个男生说 承认我就是个恋爱脑 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 听一个男生的这个嘴快的 比女生还要快 不是不是真的很喜欢的 是他做的太过分了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问你三个问题 一是个男人吗 是 二有骨气吗 有 三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不离开他 我爱他 我又离不开他 更何况有骨气 更爱他 更不离开他 这完全是三件事 三件事 你看脑子还是清醒的 对吧 还有 我们当时跟他父母吃完饭以后 他父母还说说 我们女儿以后是要考研的 你以后问干嘛 我当时我一下给我问懵了 您知道吗 就考研这么大的事 他都不跟我说 嗯 我当时就感觉 他已经把我摘出他的未来中了 那考研这事 他就是不爱我了 那考研这事 那也不是我说考就考的 那我还没想好 那我怎么跟你说呀 不是你这种事 你不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吗 我是你男朋友吗 我自己都没想好 再说了 我说我要考研 你不得陪着我一起考研 不是那我陪着你一起考研还不好吗 有多让女人想让男人陪在他身边 都陪不到他身边 我天天陪在你身边 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还成我的问题了是吗 主持人你看 嗯 他说他今天要陪我考研 那我明天还要考羊羊串呢 你陪我吗 可以陪你啊 哎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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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考研你考研 我说考羊羊串 你还考羊羊串呢 哎呀 还喜欢吗 喜欢 喜欢啥呀 没看出喜欢 我还真不相信说 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 对这个人 给他做出的那么多举动 无动于衷的 如果他能改的话 我还是会喜欢他 不是 你想让他改什么呀 就是他不要 总是做一些 自我感动的事情 我不想要这些事情 他不知道我想要的事情 是什么 所以那个篮球场上叱咤风云 让你怦然心动的小子 回到现实生活里 突然变成了一个 比女人还要细腻的 一个男人的时候 受不了了是吧 受不了了 不太喜欢了吧 还好吧 气质还有点可惜哈 在这个世界上 从哪去找第二个 这么一心一意的 听你话的男人 是吧 说说你的发小吧 我的发小 他和我同岁 然后从小一起长大 两小无猜 他在国外上学 然后他爱打篮球 阳光开朗 爱笑 哎哟喂 那爱打篮球 有人是影子是吧 没有人是影子 我是真喜欢他 当时才跟他在一起 现在呢 现在也喜欢 那你说说 你现在的男朋友吧 现在的男朋友说什么呀 说 他也很帅很好 很细心 然后也爱打篮球 阳光开朗 爱笑 就他也很好 哦呀呀呀呀呀 他说现在男朋友 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 叫也 也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有一才有二嘛 也通常是指二对吧 你听明白我说那意思了吗 听明白了 你是也 我就感觉我自个儿一直就是 我就这么说吧 你觉得你走进他的心里了吗 我感觉我并没有在他的心里 所以反而要玩命地想闯进去 是吧 对 如果已经在心里 可能也不会真的这么费力了 是吧 对 最后问女生 你的那些小闺蜜啊 小伙伴们怎么评价你的男朋友 嗯 很细心 很好又帅 嗯 行吧 但是他们不了解他 他其实也有很多坏毛病 我的妈呀 这个但是用的啊 坏毛病你要说一说吗 嗯 不说了吧 就不说了 你看这姑娘 我在怀疑这姑娘只是要了一个微信 后来的事全是这傻小子做的 你觉得你们现在的关系好吗 好呀 好呀 就是她不知足是吧 那您应该问她 到底爱不爱呢 有没有爱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安森真的感觉到很委屈 安森真的感觉到很委屈 你对她的付出 和对她的敬心 如果换了其他的女生 那肯定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但是你想得到的这样的一种结果 很惊讶 没有出现在您的面前 你刚才说 你是有求必应 但在我眼里 这是第三下识 你认为 你所做的 都是你情我愿 在她眼里 你的举动 一厢情愿 一个男人 在爱情当中 过度的第三下识 你换来的 是他更加的看不起你 更加的默示你 这也就有了 你拐着腿去接她 她会把包扔给你 如果换着一个 对你非常爱的女生 看到你这一幕的时候 都会感动 而且会奔过来扶着你 不可能把包扔给你 你确实很努力 但是爱情 它真的是要有点骨气的 而且你很多的行为 它都表现出了 对这些行为举动的讨厌 这就证明了 它并不 陶醉在你这样的 一种爱的举动当中 你认为还有意思吗 卑微的爱情 从来是换不来幸福的 男生 你所释放出的爱 太卑微了 男人不但要有骨气 我们还有尊严呢 你们这一段爱情 都不要自欺欺人 她真的追得很累 你其实一直在犹豫当中 你认为对她公平吗 她的那个发小 她就是喜欢打篮球的 你懂的 谢谢 哎呀 男生啊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应 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成功 也不是你爱了 就会双向奔赴 就你那个 不遗余力地去付出的状态 即便我身体不舒服 我要去送你 我一腔热忱的状态 我告诉你 正是她不喜欢你的地方 她不喜欢你也没有什么对于错 她不喜欢这款 你今天所有在场上 真的你刚才那个叫叫嚷 就那个姿态很不好看 所以她真的是滋长了你的那些 焦躁 暴躁 冲动 她不是一个好的对象 她既不喜欢你 也不适合你 所以我不知道你为何 还如此执着 不是双向奔赴的感情 那你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就好 你又嗷嗷嚷着让她 你得给我爱 你得给我爱 你觉得能得到吗 越喊越没有 你看她 这个女生其实今天 一直在场上 对你都是那种似笑非笑的感觉 哎呦 我看着特别难受 这要是我儿子有钱谈恋爱了 她女朋友那种 就很轻蔑的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一个巴掌就把我儿子打走了 所以女生 就你那个在海外读书 什么阳光啊 什么打篮球啊 什么开朗等等 如果是这个男生 在你的生活中 你会是今天这副表情吗 我觉得这个男生 他其实还不是那个男生的影子 他是那个男生的反面 完完全全和那个男生不一样 那个男生一定高冷 所以你拿他 来让你的心里多少有点平衡 你看同样会打篮球 同样阳光吧 那个不理我 这个天天巴巴的跟着我 这是我的一种猜测 但也是你给我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他 就不要占有他的情感 不要激发他的热情 他就是一个愣头青二十岁的小伙子 经不住你这一番操作 你一阵给个棒棒糖 一阵对人让无比冷漠 受不住你就放了他 找一个喜欢你的你也欣赏他的 真的有一天 你想发一个漫画一样的朋友圈 发两个人你们俩搂着 都飙上小狗狗 我们脱单了 我觉得这没问题 你发他一个人像个狗一样 算什么嘛 那不是对人家的一种轻慢 真正好的爱情是互相扶持 互相欣赏 不是谁来做你的汪汪 谢谢 那句话怎么说 得不到的用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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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也能多多理解我 你也能多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考虑 爱情它不是一个人的事 爱情我一个人做不到 它是两个人的事 我觉得你的好 真的是有点太强加于我了 我受不了这种相处模式 我只希望你能做你自己 你自己开心 你并不需要为我而活 无论以后怎么样 我都希望你好 行了 回去吧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预测一下结果吧 全力付出了人家不领情 那就趁早分手 男出女不出 我觉得女生可能还 一下子不愿意放弃 有一个人这么炙热地对她 虽然挺鸡肋的 所以双出 双出 双出 来 请开门 她肯定在 请不吝点赞 双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